Hello大家好,我是时光 昨天的攻推小2.5稳稳拿下了 两支以往大开大合的球队 加一起一共射中了三角 红的一点悬念都没有 狮子头还在调整状态 按照以往的经验,今天也该反弹了 拭目以待吧 双方第一轮,莫尔德在主场被绝杀了 莫尔德一直是一支踢法 非常功利的球队 善于防守,进攻能力一般 评局率极高 最近几场国内的比赛也是草草应对 主力前锋提个半场就换下了 最近一场的诺超赛程也推迟了 可见球队在全力备战这场 不惯复加赛 这场比赛莫尔德要赢两个 才能拿下资格 没有打防守反击的空间 一定是全力以赴追求进球的 而加拉塔萨雷坐针主场 上一轮还有个精神球 最近几场的吐槽比赛也都稳稳拿下了 球队虽然双线作战 但心态却非常轻松 因为这场比赛想怎么打都可以 想打对攻也可以 防守反击也可以 而球队本身就比较擅长对攻 而且还是在主场 还有就是博彩 开出了让一球 搭配中水 可见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有利于对攻 即使是打防守反击的话 这场也是有利于进球的 因为莫尔德没办法继续苟了 莫尔德不是一支 善于打渗透的球队 天天在防守反击 他被迫去打对攻的话 防守阵型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所以说本场比赛呢 我认为将会有一个比较高的射击次数 只要射击的概率别太低 大球还是很轻松的 本场主吹 全场打2.75球